大概可能三到三四個問題 尾一輪 那再請上面的三位的這個專家 夥伴跟我們做個回應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嗎 我們請每一位兩分鐘 那這個我們大概三四個問題 就尾一輪來請上面的嘉賓來做個回應 那請這個綠某的夥伴的朋友 就幫忙把麥克風 我們這前面都可以發言 那非常方便 我們很難得見到這麼好的場地 好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就要發問的朋友請你舉手 那我請你說的話再麻煩你做一下分享的報告 每一個人拍拖兩分鐘 好 一位要請陳董事長 那等一下請那個 好 這個剛剛麥克風說請你也自我介紹一下 這樣他比較可以理解你是誰 請陳董那等一下是范蘭姐 謝謝 大家好 這裡講的是一位親愛 我要問一下 麥克風 麥克風的先生 那天我們在例外演說 談的那個甘式儲存的部分 你建議說甘式儲存儲存從一切子中發起初 這個是一個很需要考慮的一件事情 但他所使用的是美國的一個一個用鋼自瀝兩公分的鋼自瀝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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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裝的 那他會社會到甘馬射線的新水化 大概而會非常鋼銅的破裂 受命大概是三、四十年左右 三、四十年以後 在大氣中的南大棒 有水能夠處理 能夠把他換裝 那這樣的問題請 來,麥克回答一下 好,謝謝陳董事長 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那就是乾涉史存長的問題 我想這個陳董長期在關心這個問題 等一下再請 還有包括謝吳祖偉跟英文老師 也跟英文老師一起來 你請可以的 菁蘭姐 我也不曉得我的問題過得比較簡單一點 那個 幫你請聽聽聽 我是綠黨的賴芬蘭 我長期關心能源政策 那綠黨都改了很久 剛剛就講到那個歷史上 這個跟那個核彈有關係 而且我也會注意到 大概自80年代以後 是因為那個 就是美國跟那個蘇聯 他們講的那個零計畫 就是核彈的零計畫 所以好像基本上 好像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核電廠就沒有那麼快速的增加 在我的印象裡面 不過就是說 在台灣反 就是反核反了很久 那在200年的時候 我們準備要廢核 就是核四要停建 當時大家沸沸揚揚的 那可是後來 當然有的時候是講到是那個 是權力鬥爭的問題 可是另外有一個東西 就是在於 陳雖遠去見了李登輝以後 回來以後 他那個態度的大轉變 我始終是很 很concent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它這個核能的產業 它從那個歐美的地方 不斷的東移到 東亞來 那後面的那個壓力 是不是始終還是 像比如說美國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的壓力 讓大家在一個共犯結構裡面 沒有辦法脫離核能政策 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東西 謝謝 就是這個從美國 然後移到亞洲的這個發展 是不是後面有一些其他的壓力 或是因素 這個 等一下你可以起來 相關在一起 那還有沒有 請 拿起請 這個介紹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是陳思琳 現在是國會助理 我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Michael先生 有提到 就是有關那個 核能電廠發電成本 這個部分 那我想 想要再請教就是說 不曉得就他的觀察 就是在歐洲的各個國家 他們是怎麼去計算 核能電廠的發電成本 還有他不曉得說 在這幾天 就是訪問台灣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 就是知道一些台灣的狀況有關 台灣怎麼去計算這個發電成本 那他的意見就是怎麼樣 好謝謝 就是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別的國家怎麼算 我們國家怎麼算 台灣怎麼怎麼算 他多多便宜 真是個保證 好 還有這個問題 好 這位 請我介紹一下 你好 我姓郭 然後我是同事廣告將官的 我想要請教授 主委跟Michael分享一下 就是台灣 歐洲和揚州 他們對於能源政策 共鳴討論 還有整個國家 怎麼去進行這些事情的一個討論 因為我的認知是台灣是一個能源政策非常脫鉤 而且精神分裂的一個國家 簡單的說就是 我們沒有決定我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跟人 但是呢 我們的政策又彼此干戈 一下子說我們要產生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那一方面呢 我們又使用高耗能或是經濟產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一直呈現在一種 到底是毛利最高還是成本最低的迷思 可是照理說那個能源跟住宅 它好像應該是一種基本的民生條件 而不是可以拿來做獲利的成本 或是拿來做一種 就是一種商業的使用 所以關於這個部分 台灣是一直脫鉤 那是不是要請教授主委跟Michael去談 都怎麼去討論這些事情 或是說他們怎麼去 比如說像法國現在決定要 就是減少到50% 那這個結論是怎麼做出來 會不會是怎麼樣被監督 因為現在情況上就是 我們是監督不了政府 或是政府不受監督嘛 對啊 請他非常這個經驗 謝謝 那我們這個可能先請那個 先請那個子文老師這邊 就您 剛剛跟你覺得相關或是什麼 可以給大家跟大家做個分享 謝謝 我想讓邁有時間想一下 因為有幾個問題 不過在之前簡單回答 因為其實有幾個也不一定很好回答 但是 剛剛關於芬蘭 芬蘭姐剛提出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大概沒有確切的證據 但從很多國家的經驗 就是說你提到美國的角色 我想從過去很多專家 學者的討論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存在 我想最近的例子 大家有看到是美國 那這個其實在 美國當然在這個所謂這個能源 或是在所謂的東亞 或是說亞洲或全球的所謂 這個核電能源自能和平用 這個部分其實它在各國都有 都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影子在 所以 我不敢說有確切的證據 但事實上已經有很多的 各種的發言跟經驗 其實讓我們看到 這個美國對於這亞洲 這個部分的這個影響 包含南邊的菲律賓 過去在二三十年馬克斯時代 那後來因為也出現一個弊案 所以他們在菲律賓 也都完全的這個部分沒有發展 所以也不可能否認這樣的 一個情況存在 然後我想這個 我想說可能性很大 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 但是這個影響 美國對於這部分的發展信用 我記得在 英文的前一陣子的發言 他是說 台灣在決定核四的基督的時候 曾經考慮過法國 那他認為是法國比較先進 我們後來也買了美國的基督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發言 那換句話說 那時候是有一些經濟的考驗 那這個有一些政經的考驗 所以我也是說 我們在台灣 在做這些核電政策的時候 其實是有 強的歷史脈絡的這個因素 那在當時冷戰的情況下 我們對於美國的依賴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 我們在做一些基礎的事 包括在很多的 包括最近的美牛前一陣子 我想再買這個 波音的飛機的上 那時候 你為什麼要買 歐洲的Airbus 後來大家妥協 各買一半 以後都可以看出這些政經的角力 所以我相信 核電的基礎的選擇 一定也有這一次這樣 這是我們大概沒有確切正經 但不可排除 那另外一個是 剛剛這邊有朋友提到 這個關於所謂能源的公民討論 我相信這個部分其實 這也是我們最近在很多的 這個企劃一直在思考 我覺得台灣的民眾對於能源的議題 其實是很遙遠的 雖然我們大家可能很多人一開始 早上第一件事 可能開機就是開電腦 睡覺前一天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關電腦 但是我們對於這些能源的議題 其實離我們很遙遠 可是我覺得再生能源的 這樣的一個 開始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 因為當它這種分散式的能源 如果能跟我們比較接近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跟過去整個集中式思維 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 這是 那我覺得在公民討論的部分 我們這部分也很欠缺 雖然這幾年慢慢的講一個討論 但是在 比比起在一些歐美國家 這個部分相對是比較少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在 在這幾年希望能擴大更多的公民討論 那政府部門我相信也 也希望能更開放的心態 來把剛提到的這些資訊 提出來 因為取得信任是 還有這些資訊的揭露 我覺得是 敗向下一步對話的第一步 那不管是在接下來的 這個 不管是在這邊 如果真的要把這個核四 這個全民承擔的成本 這部分也應該更公開的計算 我覺得在 我覺得有一個可以思維的 在2006年後 如果有注意到 氣候變成很重要的一個爆發 叫Stand Report 他在裡面提到 我覺得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個成本效益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他認為說 因為當時很多經濟學家說 我們現在不要因應氣候變成 因為因應的成本很高 可是他給我們一個概念是 不因應的成本也很高 不因應也有成本 不因應的成本是 未來2020年 可能那時候要損失全球 百分之五到全球 百分之二十的GDP 那換句話說 你今天對於核四的這個議題 你今天是採取以託代變 還是你今天要處理 或許我們未來再來處理的成本 也可能更高 所以我這個覺得 或許這個是一個 一個時間點 必須來做一些重要的思考 先做一下我們重視 好 謝謝 那我們再來請 請他最後才來講 我來思考一下 剛剛有提到這個 核冷化電的成本 我想說剛剛 Michael他最近的話 非常的分散 那有一個 絕對不變的 民眾越害怕核冷 核冷就一定 越來越貴 這是覺得 因為事實上 當 那個 三立島事件發生以後 就增加了很多的安全設備 現在古老事件發生 越增加了很多的安全設備 那這個設備 越增加當然這都靠死 這個越來越貴 這絕對會這樣 所以這個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照道理講 你的學習期限應該是 東西越來越便宜 但是核冷是越來越貴 因為大家開始 越來越在意 然後 對安全 越來越有很多的要求 然後你要增加很多的設備 所以它就越來越貴 核冷這種東西 事實上 我覺得核冷的發展 會核冷發展可以起來 其實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從軍事的那邊發展開始 才有可能核冷起來 因為你真的是一個 這個 這麼 這麼 這麼一個科技的東西 在這麼短的一個期間裡面 就馬上可以商業化 其實是很罕見的 那 就是完全因為在戰爭的時候 所以把這個核冷分裂的相關的理論 都研究清楚了以後 然後才有可能 那接下來 清水市這發展出來 事實上 針對核冷的問題 比如說 它的安全的問題 事實上有沒有人在想 人家都一直在想 甚至都希望說 那個 那個 開發一個 它本身的就是所謂的 Increation Safety 絕對安全 但是想規想 真的要把它implement 是要投入很多金錢 要研發 那所以 一直都沒有實現 發發得合規 因為很多人在想 你投入外 經過Transmutation 這個轉化 是不是把它這個長範 變成轉化在 這種概念 想都有在想 但是最後 都沒有 那樣的resources 真正把它implement 所以剛剛提到 Sorian 我說 這個想想就好了 因為你真的是要把它變成商業化 是要很多的金錢 也不是三五年可以做得到 我是不相信三五年可以做得到 因為 這種想法太多了 最後都沒有辦法實現 因為它要投入的 金融化就會死太龐大了 也沒有人願意投入這個錢 所以 很多事情是想非想 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那 有一個 剛剛提的很對了 台灣既然沒有核燃工業 所有的核燃電廠都是國外進口的 然後台灣發展核燃條件也不比人家好 對不對 我們人口又太多 對不對 沒有疫症的話 台灣的核燃收比國外便宜 我是覺得應該也是沒有到了 那當然 那我很不喜歡的一個數字 就是0.6 一度0.60 我一再強調這個數字不能再講 0.60 是因為我們核一二三廠 他已經 他的折舊都已經折舊完了 所以他沒有考慮到他的投資的成本 只是應轉成本 算出來0.60 但是這個是在核一二三廠 現在是可以 但是你用在核四 絕對是不對的 0.50 我覺得這一定比這個數字要差很多 所以我是 但是 絕對就是說所有東西 我們不要讓人家顧倒 我們就很坦誠的講出來 那到底是多少 然後就這樣算 那0.65 用在核四 絕對是不對的 那 自己是多少 事實上我是斜的所有的問題 我是贊成 就是說我們就痛 那大家要討論 本來所有事情都覺得厲害的是 來討論 然後我個人是一直認為 所以剛剛有一個朋友提到 就是我們的人員政政都不肯是神 一方面又要接人 一方面又很耗電 這個人不肯是神 那這個也就是人員政政的危難 的地方 人員政政 你看看 這個要佔天下 民眾在抗議 所以大家討論到民生的問題 你不能佔 但是人家在聯誼 就會發生什麼現象 再叫做浪費 我一直舉一個例子 在我家附近有一個酸酸鍋 我那米斯基斯酸酸鍋 我就覺得台灣這個人員 怎麼可能 可能節省 你知道年輕人去煮那個酸酸鍋 是怎麼煮的 一鍋湯在那邊 他就開到火最大對不對 然後一直滾對不對 然後在那邊聊天 也不吃 就在那邊聊天 就給你滾那種湯 然後滾完了 用那味的就問你 你還不加湯 好再加熱下去去滾對不對 我反正都看到 欸吃什麼東西 就表示台灣的人員太便宜 然後你一張電線 那老闆馬上康復 欸這樣我生意怎麼做 事實上那個形式 完全是不對 我們真的是要以價值量 但是你真的要以價值量 一堆人就做不下去嘛 所以這個怎麼樣去改變 這個本來就很難的 因為很多的環保 環保的人士都 埋怨說我們政府只管經濟 不管環境對不對 但是平良心講 一個人的生活 能夠吃得飽穿得軟 還是很基本的啦 你還是不能把電機搞到 大家都失業了 因為失業也會燒炭自殺 這個也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政府也很擔心 就說MYE搞了後果 到時候大家都燒炭自殺了怎麼辦 這個也不是我們熱見的嘛 所以這個事實上 是相當為難的事情 所以我為了講說 這樣子的人員一體這麼複雜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有一個溝通平台 我們所有把我們的感染都提出來 然後呢我們大家都很polish 然後我剛剛講這個透明對不對 當然透明剛剛也提到的 就是說這個透明不是說 這個好像屍捨我給你資料 是說你本來就應該給 我也同意本來就應該 不給你要做所有的說明 但是呢 我個人的經驗 真的還是很理想化 我還是覺得說一個社會 你要到某一種程度 因為 在圓能會的時候 我想我 我召開那個核四安全間的委員會 我一向死方是透明 所以我就讓民眾都參與 大概文組織也有讓民眾都參與 然後所有開會的資料 全部上網 就是在言論會的網站 全部全程影音的檔上網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啦 就是說 這樣一個資訊的方塊 如果我們不是抱著一個 希望台灣往前走 往好的方向 而是抱著一個 我們怎麼樣來挑剔 怎麼樣來找網民 這樣的資訊公開 其實是把社會做得非常亂 所以你怎麼樣讓資訊公開 有一個良性的 一個好的方向發展 其實不管是政府過敏見 我們不要有一點節制 才能就是說 讓資訊公開 能夠往好的方向發展 要不然真的做不下去 因為你公開一下 一個小時 你把它先行能力高到四 對不對 然後在最後 就不想公開了 因為不公開還好 就一公開麻煩一大 對不對 不只對台灣沒有麻煩 還是對台灣有害 你怎麼 怎麼碰害得下去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故事 是大家要一起來抹力的 我先等達到這個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副主委 我忍不住要插一句話 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說實話 沒有像Michael這樣子的 獨立研究的 學者或是專業機構 所以很多台灣的 發表的報告或是文件 大家都會先看你後面是誰去支持的 然後這個是台電的 大家就選擇不相信 這個可能是某某方法管理的 大家可能就怎麼怎麼樣 我是說 某種程度 我覺得台灣如果未來有 越來越多的可能性 是有比較獨立研究的機構 它可以建立一個社會的公信 即使是資訊公開 經由它的解讀 大家比較可以信任的話 說不定這樣的 未來大家互相不信任會結束 比較可能我考慮的方向 有些有差一點的話 剛剛有很多問題 請Michael跟我們做一些回應 謝謝 謝謝 Thank you. I'll take the questions as they came in. So the first one was on the dry storage. The comment I was making in Congress, I'll repeat it here. In my opinion, the single most significant danger potential in a nuclear power plant anywhere is the spent fuel force. This is the largest quantity of radioactivity in one spot. And it's, in most of the cases, unprotected. The loss of the cooling liquid of the water, the cooling water, would mean that the fuel can self-ignite. You don't need some kind of airplane crash or something else. It would burn spontaneously. That is, in my opinion, still in the cas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Fukushima, the largest problem is the spent fuel that is in the spent fuel pools that are actually up there. They're above the reactors, the fourth to fifth floor. So my general advice, this is not at all specific to Taiwan, is to take out as much fuel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put it into dry storage. Now,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obviously, a dry storage cast is 100% safe forever. It's not the idea. But it's relative safety. And the relative safety increase I'm gaining from taking out spent fuel from pools to dry storage is very severe. It might be interesting to have your opinion on this, whether you see this the same way. The question on pressure, political pressure by the US or other countries, I have no comment on Taiwan. I don't know the country, I don't know the history, and I don't know the situation. But, however, it's become very obvious that there is substantial pressure being put 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its nuclear free future approach. This include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at the very least. There might be other governments involved. But those are documented. This pressure is documented. So it does exist, or pressure does exist, which actually does not lead to a lack of autonomy of sovereign government. which I think is a real problem. How is nuclear electricity cost calculated? Well, there's all kinds of methodologies. There's different discount rates being used. To very different levels, waste management costs are included, dismantling costs are included. So there's a large variety of methodologies. However, the specifics about nuclear generation costs compared to other costs is the high capital investment. Tha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there, as we have seen, even if we take overnight investment costs, they've been increasing substantially. And, of course, if you look at financing costs with each year of delay, you have to add additional costs. What the numbers are is, in the end, is a very broad range that you get. And, in my opinion, the uncertainty factors are so huge that there is no standard figure, neither for Europe nor for North America nor for any other country. So one has to really look at each single case. How the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discussions. I mean, to me, the first point here is that the debate should be open to all stakeholders. Energy policy should be discussed by all stakeholders. There is nobody to be left out. It's completely absurd that energy policy in the past has been discussed by engineer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That is only a tiny fraction of what energy policy is about. A lot of it is a matter of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All these issues play in there. If you see stakeholders like farmers. Farmers are very major players,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the biomass, the role of biomass that overall energy makes. But where are farmers when it comes to discussing energy policy? I've never seen them around the table. Where is, for example, the communication branch? Where are the INT companies? Those are very crucial stakeholders and they should all be around the table when we're discussing energy policy. That's really, for me, the very fundamental criteria to be respected. When it comes to the role of various levels,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in a country like Germany, people have created initiatives. I'm thinking of one that is called Ausstieg selber machen, which means, like, phase out, you know, organize the nuclear phase out yourself. And the idea is to say, well, what can you do that has actually an influence on whether nuclear power is necessary or is not necessary? And there's all kinds of things. And there's all kinds of things. Like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ost obvious one. But people have created, for example, there's a huge movement now for energy cooperatives. People team up in order to,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invest in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Collectively. Not one system, but not one family or one farmer that obviously exists as well, but people team up. So they buy larger, they make a larger investment, it makes, it brings costs down, and it's, it's a nice way of, of civic cooperation. And finally, every hom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mall grid. The term independent grid was, was used, independent grid can, can start in a, in a home, right? You can consider one house as, as an independent grid and organize it that way. And it can be two homes, or it can be a part of town, it can be a village, it can be an island, it can be various levels. And that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orientations. And that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orientations where, where actually the, that's the trend. It's towards small size grid, small size energy systems, decentralized. The opposite of where, what we're looking at with nuclear power. And in the end, it's a choice, right? Taiwan can always choose. Do they want to invest into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the past, or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the future? It's a choice. 好,謝謝Michael. 我對他後面這一段其實蠻有感受的,因為我們前兩天其實有去拜訪一個台灣的這個能源政策重要智庫的負責人 的確都是在講台灣面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不能解決,不可能怎麼樣這樣 那問題是我們到底要不要往前走 那要往前走的話不能說啊,以後再說 因為你總要開始啟動那一步,所以我對他剛剛最後講的那部分是蠻有感觸的 好,謝謝 那我們再開放一輪,這一輪也一樣我們大概三到四位,四到五位 一樣一個人兩分鐘,請你報一下你的大名,讓你稍微把速度慢一點,讓他講清楚你的問題,問你的comment 謝謝,請問有哪些 謝謝,請問有哪些